在畫面上我們看到一個例子的 Trial Balance 當 Accounting Cycle 來到 Trial Balance 試算表的時候 其實 T-Account 是甚麼樣的呢? 我們嘗試用一個 Account 去講解一下 用其中一個 Revenue 的 Account 就是 Sales Account 你見到 Sales Account 有一個 Credit Balance 796-200 Credit Balance 的意思是代表 Balance Block Down 位置於賬戶的右邊 好了 796-200 其實是怎樣走出來的呢? 我這裡舉個簡單例子 如果將 Sales Account 原本的樣貌畫出來 它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而其中一個可能就是這樣 作為一個收益賬戶 它的增加是 Credit Side 減少 Debit Side 這個公司現在是在做 2016 年 10 月 31 日 當日的 Trial Balance 我舉例在 2016 年發生過兩個 Sales 交易 舉例說明 例如在 2016 年 4 月 1 日 時 方便計數我當 我其實做了一個 70 萬元的 Credit Sales 所以當日就做了 Debit Trade Receivables Credit to Sales Account 然後再延伸在 11 月 1 日 時 做了另一次 Sales 今次我當作一個 Cash Sales 今晚是 96-200 對應著我們就代表着 Bank Account 直接收了錢 做完這兩個 Sales 的交易 我假設今年就沒有再有其他銷售交易發生了 在我們做 Trial Balance 的時候 其實公司做了的事情就是 將右手邊的所有數字加上 即是 796-200 然後在左手邊 12 月 31 日 時 寫下 Balance Carried Down 今晚同樣地是 796-200 由此 左右兩邊就會變成賬戶平衡 這個動作我們叫 Balance of the Account 結屏的賬戶 如果 Balance Carried Down 在左手邊的話 如果我們拉下一點 其實換句話說 Balance Brought Down 成賬戶平衡會在右手邊 所以 Trial Balance 會出現有 796-200 的數字 在 Credit Side 從此上到來 你就會看到在右手邊出現了這個數字 同學要留意 在來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公司還未做 Closing Entries 結帳分錄 什麼時候才會做 Closing Entries 結帳分錄 意思是將以上數字搬動入 Profit and Loss 損益帳 就是到公司做 Income Statement 損益表的時候 才會做這個動作 在這裡延伸 調整下去 你會看到 Income Statement 上面 Sales 會出現在 Income Statement 最 Top 的那一行 就是這個位置 這是我們抄寫的動作 如果用 Double Entry 去理解 其實公司是做了什麼呢? 其實它是做了我一陣子用紅色筆所寫的動作 當我們完成 Trial Balance 結帳分錄之後 Sales 是 Revenue Account 連尾它需要埋數埋在一個地方叫 Profit and Loss 損益帳 由於它右手邊有 796-200 的數字 而埋數我想令這個數字消失 所以我會在這個賬戶的左手邊 寫下 Profit and Loss 損益帳 而金額正正是 796-200 令到賬戶左右兩邊剛好平衡了 沒有再有任何 Balance 帶去下一個會計期 這個我將 Sales Account 做了 Debit to Sales, Credit to Profit and Loss 的動作 就稱之為 Closing Entries 中文叫結帳分錄 俗稱就是賣數 而 Closing Entries 很精準地說 其實就是一個將 Expenses 和 Revenue Accounts 放入 Profit and Loss 的流程 當我們做了這條 Entries 才會產生到下面這一版見到的 Income Statement 算益表 給我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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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